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次低头想着什么 没过多久啊 行里突然抬头对他们神秘的一笑说道 这就对了 看来我应该明白这雪咒是怎么回事了 前辈 此言当真 黑脸老哲有些颤抖的说道 其他三个人呢 在脸上也都露出了不敢相信的神色 哎呦 要知道 这雪咒啊 就像那架在他们脖子上的一把利刃呢 令他们不得不服从那些人的命令 那若是眼前的韩力真可以去掉这个心浮大患 那他们岂不是重获自由 不用再任人摆布了 这个所谓的血咒啊 其实呢 应该是一种颜咒而已 对你们起作用的禁制 完全是靠那些古怪的咒语和后面的什么黑血和画在胳膊上的符号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是那个人呢 在装神弄鬼罢了 含力淡淡的解释道 似乎胸有成竹的样子 可是他心里边却在暗叹侥幸啊 这严咒之处幸亏在当日查询大挪移令的时候啊 有一本非常冷替的书中提起过 否则还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前辈能否解除此咒语啊 年轻女子忍不住开口了 不知道 她这冷冷的一句话 让这几个人的心里边咯噔了一下 原本露出的狂喜之色 也不禁收敛了起来 前辈此话 是什么意思呀 黑脸老者连忙陪着笑脸小心翼翼的问着 如今这解释的关键就在含力的手里边 他可不敢得罪含力分毫啊 这解除炎咒啊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知道解咒的口诀 我只要拿到手中 冲你们用灵力念成那么一遍 就可以安然解除掉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用神识侵入你们的神识海内 强行抹除炎咒的痕迹 这种方法要求除咒人的神识必须远大于下咒之人才可以啊 这样才能一下子就抹去此印记 但是同样啊 要是不成的话 就立即刺激炎咒发作 那有什么下场 你们自己应该很清楚吧 行里咒了一下没之后 没好气的说道 什么 会马上发作 血咒发作后的血腥场面 当初下咒之人可是用一个大活人当场给他们几个人掩饰了一遍 那瘦术之人 口吐数块碎裂的心脏的凄惨模样 让他们记忆忧心 这才让几个人对血咒是谈苦色变如此的惧怕 其他三人的脸色同样的不好看 这岂不是要他们赌命吗 行里呢 望了他们几个人一眼冷笑了一声 就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那瘦高的老二却猛的一抬头说道 前辈尽管给在下强行解除就是 我们几个人都是同一人下的血咒 若是我可以解除此咒的话 其他兄弟肯定也行 这话一出口啊 其他三人都愕然的睁大了眼睛 呆呆着望着此人 二哥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太危险了 别说了 我一一决 年轻女子急了 连忙回头向青年和老者发出求助的眼神 这两个人对望了一眼之后 青年默然不语 老者却叹了口气说道 唉 妩媚啊 让老二去吧 他这是在为先前的事后悔呢 只有这样做了 他心里头才能觉得好受一些啊 可是二哥这样 那女子呀 还想争辩几句呢 可是那位二哥却已经走到了寒丽面前 前辈 开始吧 用我做一下实验 这位说的倒是够悲壮的 但是下面发生的事 却让这四个人如同冷水泼头呆入木槿啊 你们几个人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情啊 我什么时候答应给你们解除血咒了 寒威这话是寒冰刺骨 让蒙山无有面面相聚起来 前辈若不打算给我们解咒 为什么要在我大哥身上研究此咒啊 这位蒙山无有的老二 在愕然之后慌忙的问道 我说过是为你们解咒才研究着血咒的吗 我只是好奇而已 看着寒厉冰冷的面容和听着这毫无表情的话语 几个人傻子了当场啊 可前辈不是要知道那些人的事情吗 不给我们几个人解除血咒 我们怎么可能回答前辈的问题呢 青年有些痴痴的问道 脸上满是着急之色 显然啊 绝不想放走这眼前的希望 寒厉听见了 邪丑了他几眼 又是几张冷笑 接着就不再言语 人家呀 仰头望天 如此明显的问题 还要问他 他都不屑于回答呀 好了 四弟 不要问了 这位前辈 觉得从我们身上得到的情报 根本不足以换取我等的性命 所以啊 才不愿意轻易出手的 黑脸老者啊 不愧为年长的人啊 阅历不是那青年可以比的 一根见血的 说出的要点所在 前辈到底有何条件 才会出手 就直接说吧 只要真的能去除血咒 我们蒙山无有 一定没有二话 好 早说说此话 大家都不用兜圈子了 韩丽忽然鼓掌 微然一笑 变得笑容可举起来 但看在这四个人眼里啊 却更加觉得 韩丽这个人 是喜怒无常 让他们心里边 不知不觉中产生了 敬畏之感 呃 其实啊 这条件呢 很简单 若是能解除你们的心腹大患 你们几个人 不但要将知道的一切 都告诉我 还要从今天起 暂时听从我的吩咐 帮我应对一下 这伙人的袭击 我估计 他们应该不会 这么轻易的放过我的 而我同样也想在短时间内 解决掉他们 不过 你们也不用担心敌众我寡 在下 是黄蜂谷的修士 来越多 只是处理一些 门派的事物罢了 只要撑过这段时间 我就会 请求援兵来的 到时候 就不用害怕 这些鼠辈了 杭丽和颜夜色的 将这个条件 讲了出来 并毫不客气的 扯起了门派的大旗 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们 死心塌地地干 哦 这前辈是黄蜂谷的修士 老者虽然早已猜测 韩丽的来历啊 应该不会出七大派的范围 但是听到他亲口承认 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 好 一切都依前辈所说 我等不会置身事外的 毕竟一解除血咒 我们肯定也就成了他们追杀的对象 跟在这前辈身边呀 倒还安全一些 黑脸老者答应得非常的爽快 青年和女子听了老者的话 也是面露喜色 没有出言反驳 显然呀 他们很快的同意了老者的做法 对他们来说 七大派虽然比那些用血咒 控制他们的势力要强大的多 当然可以投靠了 那瘦高的老二呢 却一脸的犹豫 似乎想说什么 但又没说出口 若是前辈解除血咒之法真的有效 我等还有一个请求往前辈能答应啊 黑脸老者望了老二眼之后 忽然肃然的向韩丽提了一个要求 韩丽现在这个光景 心里有了几分预料 什么事情 只要不是太出格的话 我会尽力满足的 嘿 奇怪了 这个时候的韩丽啊 好像特别好说话 在下的四妹还留在越都城的一间民宅内 现在我们失手被前辈勤来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有事 希望前辈到时候还能出手相救啊 大哥 那瘦高的老二一听这话 满面感激之色啊 行啊 既然你们暂时跟了我 我自然会将你们的这个同伴救出来的 但是现在还是要抓紧解除一下你们体内的东西 不然不出一时三刻 你们就会一命呜呼的 还谈什么节奏啊 韩丽一口答应下来之后 却话锋一转 说出了一句让那四个人心惊胆战的话 什么剧毒 我们身上应该只有雪咒吧 含了一件青年怀疑自己所说的 并没有动怒 而只是把脸一板说的 刚才我检查血咒的时候就发现 你们大哥的体内啊 除了血咒这个炎咒之外 还中了一种剧毒 此毒不但毒性强烈至极 而且非常的不稳定 估计啊就快发作了 但好在在下对解毒之道还有一些心得 解除他们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并不用多担心此事 当然了 你若是不相信的话 也可以等个一时三刻 看看是否真的会毒发身亡呢 韩丽这话一说出来 四个人信了大多半 哦 原来是这样 我说吩咐我们办事的那个人 为何在我们出发前 突然硬叫我们陪他供饮一杯酒水 原来是那酒里有毒啊 我们都以为身上已经有了血咒 对方不会再动手脚的 谁也没在意此事 他们的手段可真够毒的 瘦高的老二神色难看的说着 青年和年轻女子 这个时候露出的是恍然大悟的表情 而呢 他们的大哥老者则阴沉着脸 看来啊 他早就料到有这件事的 既然韩丽已经决定 拉拢蒙身无有做自己的帮手 自然不会磨磨蹭蹭的 让这几个人毒性发作了 就立刻一伸手 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白一青 两个瓷瓶抛给了黑脸老者 这瓶子里的丹药各服下一颗 这可驱散大部分毒性 以后慢慢运功 再逼出残毒就可以了 韩丽说的是简单至极啊 黑脸老者 马上就按照他所说的 将丹药呢 分给了其他三个人 并毫不怀疑的率先服用了这丹药 看来这老者呀 心里边很清楚 韩丽如果要对他们下手的话 根本不用在什么解药上做手脚 因此倒也放心的吃下了 服下了韩丽的丹药没有多久 这几个人的肚子里边就传了一阵激烈的腹痛 那年轻的女子脸色一红之后突然一跺脚 人勉强的欲气升空 飞向了附近的一个小山丘之后 只是身上还有韩丽夏的静置 飞行的速度实在不快 其他三名男子见此也都不好意思的 各找了一个屁性地方 将肚子里边的毒物啊 都给排泄了出来 一会之后 这三个人都面带尴尬之色的 重新回到了韩丽身前 稍等片刻 那女子也飞了回来 只是脸上还残留着飞红之色 好 现在就开始解除血咒 谁先来呀 当然是 老二刚一开口 并想上前一步的时候 却被一只甘瘦无比的手掌 一把拉住了胳膊 老二啊 你还有三妹呢 我一把老骨头拉 既然无法住击 也活不了多久 还是我先来吧 毕竟三妹肚子里的孩子 还需要你照顾呀 大哥 这不行 怎么能让你 瘦高的老二 神情激动的 增头一摇的跟 哺乱骨似的 说什么也不答应 而青年和年轻女子 见词也开口要求 先以身实验 行了 不要争了 我看呢 还是让你们大哥先来吧 毕竟我刚才检测过的 就是她的身体 这样把握更大声一些 虽然说这四个人表现出来的结拜情意非常的感人 但毕竟事不关己 韩利可没心思去用心体会去 他现在急于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能解除血咒 那万一不行的话 他前面所做的事情可都白费了 只能另做打算 韩利这么一说呀 四个人就没什么好争抢的了 老者神色郑重的走了过去 那仨人互望了一眼 没法子呀 只能用担心的目光 注视着老者的举动 一连七八声响动啊 韩利仰手 数个真人大小的士兵傀儡 在一片白光中 手持兵器的出现在了韩利的身后 我在驱散血咒的时候 无法分身应敌 这些傀儡就是一种警戒手段 任何人走进我身侧的方圆石杖之内 他们都会主动的攻击 你们最好离远一点 韩利的话里头 毫不客气的指出了现在还无法信任他们的意思 让这三个人呢 只好无可奈何的后退了一些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傍晚时分 秦府客厅内 秦妍呀 正来而回的走个不停 脸上都是焦虑的神色 今天一大早前去给韩利送饭的仆人来报 说韩利呀 竟然不在屋里头 好像是一夜未归 这一下子 让秦妍大为担心起来 他倒不是担忧什么 韩利的安危 而是生怕这位保镖突然不辞而别 这让他们秦家如何应对魔道的加害呢 秦妍啊 再去看看韩少爷回来了没有 一有消息就马上来报 秦妍有些急躁的吩咐着 谢 来呀 秦妍心里窃喜的恭敬说道 然后一溜烟的从厅内跑了出去 在他看来 秦妍越是对这位韩少爷关心 就越说明啊 他没有抱错大腿 看样子啊 他在秦宅之内飞黄唐达的时候 那可是止欲可待咯 老爷 何必这样啊 年轻人偶尔出去转一转 这是很正常的事 你看 你何必这么着急上火呢 秦妍最宠爱的三夫人这个时候啊 也在大厅之内 嘴里说的话虽然是为韩利开脱的 但声音中酸溜溜的味道是明显至极啊 这也难怪 自从韩利到了秦宅之后啊 这位秦家之主总是寸步不离的将韩利带在身边 原先非常宠爱的一些什么秦家少爷了小姐了一个不再提鞋了 这里面就有着三夫人的儿女 如今呀 他忍不住醋意大发了 哼 你们女人家知道什么呀 秦妍呀 当然听得出来的三夫人话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心弦全家的生死呀 哪儿还顾得上这些争风吃醋的小事 等了他一眼之后就不再理睬了 秦妍这样的态度 自然让这位三夫人更加觉得委屈啊 但也知道自己的这位夫婧 最讨厌的就是女人撒泼打闹 只好强忍着将这股怨气咽了下去 不再言语 但是呀 这心里边可是对韩利又多加了几分恼怒之心 三夫人的意思就是啊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合适的场合 再找到合适的人手 他一定要让这位韩利吃不了兜着走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怀人修仙传》第158回 《怀人修仙传》第158回 《怀人修仙传》第158回